欢迎大家收听宏观经济 今天就是5月20日星期四 胡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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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和你的女朋友可以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商家说的 又要买花 我看到一些社交媒体也很多 是吗 今年好像我不太觉得 可能这些是国内的事 香港这边我完全没有什么留意到 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你的年龄层就比较少 但是 社交媒体就比较多 先说一说 今晚好像数据都 我也在乘地铁回来的时候 我没有什么看 但好像是否公布什么数据 好像比预期比较好 今天是不是 工作宣布 最有什么数据 低于50万人 似乎是一个疫情的新派 就是导致到股市 不如我分享一下视频吧 那 似乎今晚都是 升回一些的 第一 导致的话就是 升少少 升到0.27% 那 S&P500的话就升了 0.5% 升得多些少 那 NASDAQ的话 就是都 升上来了 升1.24% 那 好像过去的 尤其是1-2 就跌得比较多些少 整个股市 就是 虽然说是 会有个 机会 Inflation 那个情况比较厉 但是 那些资源价格 就是都 跌了下来 那些 资源股 在美股里面 都跌了下来 那今天更夸张 如果港股方面 你看到一些 资金 是不是又有些 阿爺内地的政策 阿雷总 有没有留意 好像 我按照商品价格 我想这个是 试出口術 其实 其实上个星期 也有说过 这件事情 如果是 一些资源股的话 特别是 国内资源股 都要 留意一下这方面 大家都明白 就是 阿爺来说的话 他不理解大家 要赚钱的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不要搞到民生 总而言之 如果你搞到民生的话 就一定是 禁忌 特别是一些 资源相关 商品那些 那些 如果你是 大幅地抬价的话 阿爺 就当然会 出声 敢一敢的 所以 这个其实 我之前也提醒过大家 如果是玩 国内资源板块的话 就小心一点 因为政策上面 一些风向 随时就 吹一吹 就算 就算这个不是一个 叫做 政策的大方向的话 这些小的 风波 都很难避免的 升到这样 那时候阿爺 就会出来 让你略为地 枯下一下 用心良苦 那就是 真是 用心良苦 真是好 好歌 我意思是好歌 真是 真是很体贴 怕大家的民众 怕输钱 或者 就是 太过 投入这些 投机肠 那就是 真是 真是很好的政府 就是世界都很难 找得到 那 那 在 歐洲 歐洲 其实昨晚都跌了 有没有记错 昨晚都跌了1-2% 那但是 有啊 那 你知道大家 歐洲 跟美国的时间 相差几个小时 那 那 欧洲昨天就差不多收市 那时候 美国都仍然是 叫做 在一个比较低的水位 那 那后来就开始不肯 美国反弹 但是欧洲已经收市了 那所以 欧洲今天反弹 其实就有一些少 就跟回美国 昨天的后半段 那 那我暂时 比如你 看回德国 Dex 那其实都 暂时还是站着 相对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位 法国 就是 差不多 我看到图的形态 那 差一点的可能 西班牙都不错 那 就是 大部分都是站了一些 比较高一点的位 那 那 那台湾有没有呢 台湾就 就是 你记得吧 上次就 跌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台湾 你看这支阴烛 就是夹杂了很多东西在里面 就是这支这么长的阴烛 就是第一 就是 疫情 第二 就是 停电 第三 就是 就是 那些 它自己的 有时 就是那个 在美股方面 那个 费成半导体指数 又会滑下去 所以这支阴烛 就是 我记得有些网友 都是个 留言区里面问 究竟 啊 台湾是不是应该要买回 或者买回些什么呢 就是 就是 这支这样的 就是大阴烛呢 就比较 硬着 我弟弟的心 就是 见到一个这么大的 阴烛的话 就是 升得上去 那样的好事 但是如果升不上 就是 就比较 真的 那 还有 就是 就是台湾的抗疫 那当然一开始 其实都是 本身 挺厚的 就是叫做 很模范身 但是呢 就是 台湾里面有这么多 就是 就是 这么好玩的东西 又有些 sexy tea 又 又有些什么 阿公茶 就是这么开心的东西 是不是 那我其实 好像我见到 Bloomberg也出了一个 是不是 一个标题呢 就是说 本身就是台湾 都是一个 就是 innocence 的一个 情况出现 似乎 就是在疫情当初 就是有一些 童真在 但是呢 最后就是因为 一些 就是 不同的原因 在漫华地区 一些 就是一些 疫情的场所 導致到他 就是疫情的扩大 又有狮子会的情况 所以就是 導致到他 今天都好像是 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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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 站在一个 偏向比较高的位置 真的 都很麻烦 所以 台股都叫做 彈回一个 就是 好像前几天 都是彈回一个 比较高一点的水平 就是一个 紀錄的 新的反弹的指数 点数 但是都是麻烦一点 那唯一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你尤其这些新兴市场 你一定要看回货币的强弱 因为 货币的强弱 就是 让你看到 究竟是多了资金进来 一定的出去等 等等 所以 要看一看这些位置 那 就 看回Fx 那 Currency 的话 其实就是 美汇指数 已经跌穿了90 今晚现在89.84 那 就 那 那个 说回雷总 那个 这个家子 那 家子 就是 什么我的家子 那 家子 都是步向 1.2 那个心理关口 那 就是 似乎 都是向 都一定要试一试这个位 但是 会不会试完 接着又会 回一些 那这里又要看一看 接着 那个 绑 其实 都 都 其实都 我 都说之前有些网友都提我 问我 你 在1.4 楼下 1.38 1.39 那里有没有买些 那就买了一点点 但是 现在就升上去1.41 那 不知道 这个是原底 还是商顶 那 去回1.42 看看 可不可以破到这些位置 那 澳子都是去回 比较门一点 都是0.77 还没去过 就是之前 一个比较高一点 0.8的位置 都没碰过 EUR 就1.22 那 那 都是不错的 那 就 Yen 就 似乎 在1.8 不是 108 109 的相平 那 没什么太大特别 我想 都是等着 除了一些女神结婚 令到日本股市大跌之外 那 其实 Yen 就好像没什么移动 那 那 那 John 你知不知道 女神结婚令到 好像大跌之一 什么 女神结婚 不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之后再说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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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这个 Bitcoin 曾经高超过3万 这些心理水平的位置 那 本身 那个形态其实不英俊 如果 就这样看图 好像有一个大的圆顶 那 6万 又有这些 鼻雷针 那种情况 但是这支 这样的 就是向下针底 似乎又试多一次 就是3万 或者4万 的位置 会不会真的可以在4万 这些位置上 站穩的话 那 Crypto 其实 我觉得 它又 很快又做了 有机会做了很多 correction 那又很快 就是 坦白说 真的不好看 我又不知道 他能不能跟着 一些技术的走法去做 那 当然 近这几年 就有很多叻仔 是因为炒了Crypto 而赚了很多钱 那 但是 那个浪的情况 都相当夸张 那Ivanium 其实我也说了 就是之前这支 就是 今年来说的话 那个 走势是比比特币 那 曾经升过4千个位 穿过上去 没去过4千5的 但是穿了4千个位 但是它跌的时候 哇 都很夸张 如果你想想 由之前4千到上去跌 跌近 穿过2千 那曾经跌了一半 一半 我都说 就是 比特币 就是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 都有说 有些 Crypto是叫做稳定币的 就是一个 就是 美金的一个 代 就是代的一个 一个 Crypto currency 那些会相对性 比较稳定些 那 但是如果一些 功能币呢 就是 譬如好像Evanium 那些真的 升又可以升得很难 跌又可以跌一半 那我想你都 如果你不是用实钱去买的话 那什么位 就是 margin一定是 破了 那所以 跌又跌得很厉害 那升就升得很厉害 那所以你看到Evanium 叫做升17% 那比特币也升了 就是10% 那但是 都很厉害 就是还上得到4万2的位 但是 不知道就是 之後如何 因为 就是好像很多都是 骂Elon Musk 那 那和一些Crypto 都真的出了一些 就是什么的概念 都够了 那好像 在马来西亚里面 有个姜濤币 那姜濤币是谁 應該雷总 都是不懂的 那我就 那这个我知道 姜濤币 哇 终于 那就是 我有去麦当劳买 这个 汉堡包的 那除了姜濤以外 那几个你知不知道 蛤 姜濤以外 有什么人 我不知道我有 麦当劳 那里的广告 除了姜濤 还有几个 我只看到一张帖子 好像只有他 帖子 可能就是 就是 你点完餐之后 有个视频 不知道什么 教你 用手机点餐 那里有几个 那就没有了 那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知道姜濤 我也知道姜濤 因为 就是 连一些 就是防疫 和一些 就是 那些医生 其实都有说过 如果政府其实想叫民众去打疫苗 那其实都可以是 邀请姜濤 代言人 希望可以多些年轻人 那 连那些医生的年纪 那些应该就比较贴近些 雷总的年纪 就是他们都想到的话 都应该 雷总知道 都应该 其实 你要炒一炒雷太的东西 可能都会找到姜濤 我们也是刚刚好处 有 有近期有去麦当劳 就是买一下 汉堡包才知道 如果过一阶段之后 可能都应该有机会见不到的 哈哈 那 跟着看着 commodities 油呢 就跌得比较多一点 那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特别新闻 因为我看到好像 都是 有些 就是 一些apps彈出来的 这些消息都是说 就是油是 就是 又不是说跌倒得很厉害 不过就是有些回忆在那裡 我看到好像是说 昨天还是前天 就是说 美国那边的原有库存 就是 增加了 比预期中 是多一点 但是我觉得 其实都只是一个 借势回调 就是说 昨天的市场 这样撒下来的话 那就没有了 就撒一撒一些 好盘 就是 我看不到 有些什么 很实在的 一些因素 那 其实 也有 这些 就是 那些 柔组的国家 如果要增产的话 基本上 随时都可以增产 所以 这个 基本上 就是有的 真的很难看 那 金呢 就叫做 都 捱得到下 雖然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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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未必有太直接的影响 或者 美匯 可能弱点 都对金 可能有少少的帮助 似乎 都 叫做 站在 1870多楼上 不知道 这一棍呢 会不会 捱得到190 那 希望雷总 不要畅谈 好 有报道 主要就是 看回 其实上个星期 美国的通胀数字 比预期大 就开始有些资金 又回到黄金那里 因为 对于 我们这个年纪层的投资者来说 都仍然有一个 历史的一个 记忆就是 黄金是一个 通胀的 一个抗衡的一个资产 所以 对于我们这一辈子来说 可能仍然有些人 有个这样的 记忆 记忆性的一个行动 你知道我们有时候 譬如 一些跑步 你知道 肌肉记忆 对于 一些 上了年纪的投资者来说 都仍然可能有 这样的历史的记忆 这样 可能有些资金进去 但是 刺激都不大 就是 好像 几十年前的记忆 都是 有少少影响 但是没有之前 这么夸张的地方 始终 有些 可能 某部分资金都不是 查得很紧 那么 资源价格 普遍来说 都是做了一些 correction 就是 当然不是一个很大幅的回落 但是 如果 对比起之前的那些高位 其实都是 你看到大部分 都是有一些 回落 在那 包括 就是刚才 比较代表性 比较多些的 童 现在去到 铝 那 星 那 大部分 都是 如果看 食品 那些 就 哇 小麦 都是回得挺厉害的 就是由之前 760 到现在 675 那 就看宿米 吃宿米 都跌得挺厉害的 就是 有个明显少少的回调 那 就大部分 我见到这些商品期货 都是走回这些 那 是不是就是有少少 就是 correction 的状态 而不是一个 逆转的趋向 因为 像你所说的 雷总所说的 上个星期公告 上个星期都有说过 那个 通胀的数字 大家市场在猜 究竟是一个 真是基数效应的问题 一定是一个持续性 真是一个通胀的 出现 市场仍然在猜 究竟是怎样成 那 但是 一些商品的价格 就 你看这个数字 真是坏了 就是 盘是疏到 真的 好啦 就是 都是在高位里面 调整了很多 那 雷总 你觉得 今个星期 有没有什么特别 看到 市场 你想留言一下 其实 如果看回过去这个星期来说 一个调整 就是 撇开虚似 虚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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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认为很聪明的人出来说什么什么原因 总之,什么都在一起 包括公司说的话,就连中国政府出声 说商品企业不要这么狼胎 其实都完全拿出来说 也借个小条条 但是暂时来看的话 整个背景的背景其实是没有太大改变的 反而我觉得要留意一下 联署局的官员似乎开始有些声音出来说一下 这个也是我过去都已经说过 虽然美国联署局局长Powell 就像神打上身那样 来来去都是说那一套 但是问题就是 你一个联署局这么多的官员 是不是所有官员都这么听教听话 安守本分地 静静地让主席说完话呢 其实你看看昨天 特别是出这个4月份 FOMC议会的时候 其实都看到原来 都开始有部份理事在这里 就是说 是 现在都还没有正确是 正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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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 正确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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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 这些2ciamo的 Crispical 顺畏的 风向 nat Guatemala 其实如果要我们看看市场 已经开始有有些 风向 这些 从来 我就说 如果 今年年尾 明星 这个选면 垃圾 未必去到那個地步 但是不排除就是可能 明年或今年年底已經有機會微調買債的規模 以及那個頻率 這個可能會有機會去調整 而暫時市場似乎都未完全接受到這件事 大家也猜猜一下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個價錢還未有價錢 我想再看兩個月的通脹數字 我之前上述也說過 如果看回去年4月的時候 美國的通脹是剛剛在這個局底 所以4月份的CPI有這麼大的跳升 其實這個所謂的低基數的影響 應該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雖然是這樣 其實所有經濟學家都預期了一個低基數 但是仍然是大出意料之外 老實說是 那問題就是 接下來這兩個月的CPI的情況如何 因為其實已經沒有了低基數效應了 如果接下來這兩個月的CPI仍然是比較高企的話 我想就那個揣測就會開始越來越大聲 那這件事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過暫時看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震盪 問題只是震盪會震到有多久呢 那好吧 第一次時間差不多下次回來 OK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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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